我原理怎麼看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說 不是有中國製造2025嗎 10年內要實現製造業自給自足嗎 現在距離2025只剩8個月 南花早報就去整理出了 中國大陸有260多項目標 涉及機器人 農業 生物 製藥 海洋工程 這10個領域 超過86%目標都已經實現了 就差一個是光科基的這一塊 還沒有實現 然後那說到光科基 就要提到什麼 荷蘭的ASMO之前說 這個溫彼得在卸任前說 要給中國到提供服務嘛 就現在最新消息換了CEO嘛 法國籍的嘛 就現在說什麼呢 哎呀這個ASMO的大陸客戶 不能使用美國製造的零部件 講這個意義不大 為什麼 因為DUV的光科基 它的零部件 基本上美國的比例不高 德國的比例比較高 那第二個呢 很多的東西中國大陸 早在這十五六年內 很多東西都在中國大自己做 那有的工廠 對 有些比較容易損壞的零組件 等等 中國大陸都有人能夠做出來換裝了 剩下說沒有辦法處理的 應該也不多啦 也不多 再來這個 說著不客氣話 舊貨市場都有 因為很多人買那個DUV 久了就放出來 就跟我們台灣的軍方一樣 這個戰車零件我猜猜 戰車零件在用 咱們陸軍都很喜歡幹這種事情 拼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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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有啦 因為它不是一個 怎麼講 它是一個量很大的產業啊 所以這個 它應付美國這樣講 好不好 那就這樣講嘛 沒什麼嘛 好 我也不認為 艾斯摩永遠都能夠 站在這個光刻機的 獨佔的地位 我也不認為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努力在做光刻機 還有一個 雖然可能美國會控制的 就是日本 日本輸掉這個光刻機市場 它一直 嗚在心裡面 最早做光刻機的是誰 不是艾斯摩 是日本的Canon 那它沒有辦法在做光刻機 它現在搞押印機 那押印機能不能取代光刻機 沒有人知道 那說不定可以 那中國大陸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做 也就是說 我們在做晶片的製程 用鼠科用光刻機啊 是目前最好的 那不表示其他方法 以後不可能取代它 這很難講 那良率多少的問題 對對對 然後現在中國至少2025 是十年前中國就講了 但是當時 後美國就指責它 那中國大陸就 好好我收回來吧 這個不講2025 但是 點點吃三萬公半 這錯道都達標 差不多啦 差不多 我不敢講說 全部都能夠達標 但是 像有些醫學機器 中國大陸還有帶桿在後面 那其他的大概你數得出來 都已經 最熱門的手機啦 電動汽車 那是超標了 對啊 還有港口重機啦 中國人在做機械工業 電機工業這方面就是有點 有本事 有本事 所以中國製造2025不是問題 如果是老是打成機 大概已經都是85分以上 對啊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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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中國沒有拿出來 在敲鑼打鼓 敲鑼打鼓 又要制裁 美國那些上上下下 又開始要跳舞了 對啊 所以還是要多做小說嘛 那但是呢 很多其他國家 比如說印度就是 做一點點 但是說很多 我們現在看到 中國大陸也有很大的成就 比如說呢 全球最大300兆瓦的 壓縮空氣的儲能項目呢 4月30號在山東完成了 并網發電 每年發電量可以達到6億度 存一度最能 最後能夠放出0.72度電 這是一個很多的黑科技 但是呢 兵哥你怎麼看 馬斯克最近不是訪問中國大陸嗎 印度好生氣喔 氣什麼 說什麼呢 哎呀 你啊 本來不是上週要去印度嗎 跟我們莫迪來會面 我們莫迪在選舉耶 結果你最後一刻怎麼取消了呢 結果呢 就讓他印度好生氣啊 印度媒體甚至還說 道德低劣 純粹是為了生意啊 啊 對啊 人家做在商言商不是嗎 然後呢 《華爾街日報》就說 為何馬斯克現在需要中國 勝過中國大陸需要他 啊不只是馬斯克啊 Apple也是如此啊 好 Asia Times也說 蘋果需要中國大陸 需要 勝過中國大陸需要蘋果啊 我覺得印度應該要去思考一點啊 那 現在是馬斯克需要印度 還是印度需要馬斯克 講得好 對 所以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去怪別人為什麼會 爽你約放你鳥 你應該去想想看 為什麼馬斯克現在急著要跑去找中國 而不是急著跑來找你 對不對你要去仔細想想看這一點 我覺得這樣心態會比較平衡一點 對 馬斯克還是要去印度投資啊 我是一直鼓勵他去啊 因為他去印度投資他就仔細 哈哈哈哈 被坑了 對啊 也不是單純被坑而已 就是因為印度是個文化社會 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 你 恐怕不是像馬斯克想像中那麼簡單 以為廉價的人力啊 這些成本可以壓很低啊 恐怕跟他想的是完全不一樣 我是希望馬斯克親自去試試看 哈哈哈哈 灰頭土臉 對啊 那就是讓他去試嘛 反正我們台灣也很多人去試過啦 美國也很多人去試過 我們台灣試都灰頭土臉 對啊 偽創不就是鯊魚而歸 那 現在 馬斯克為什麼急著要跑去找大陸 因為他現在 第一個他自己本身 特斯拉在中國大陸面臨很大的一個挑戰 對 那第二個更重要就是大陸有很多技術 他如果能夠跟大陸結合的話 他是 對特斯拉的再成長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然後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大陸最近才剛答應他 也是蔡政委員一直在講的就是 他有一些數據是可以跟特斯拉共享 那這個對他增進他的自駕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他的自駕 最近才被美國直接判定他安全有問題 這個其實對他來講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致命傷 對啊 因為如果他被美國認定他的自駕是不合格的話 為了他的車在美國 甚至在整個西方銷售就有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他需要馬上來補強這一塊東西 那中國大陸願意幫他 那請問一下他不求中國要求誰 那不然你印度幫他 印度怎麼有這些技術 印度沒有這個data給他嘛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關鍵點嘛 所以我真的認為印度不要去怪別人 應該先想想看自己為什麼沒有辦法吸引別人來 對啊說到這個我也要問一下將軍 將軍印度真的很愛怪別人 這個國家又死要面子 又弄不出東西來 笑話鬧了全世界很多 你像航母啊飛機啊又搞法國貨 還有俄羅斯貨 有那個美國貨 我很了不起他的工程師怎麼樣把它弄出來 對啊都系統不一樣 第二個特斯拉 中國的工廠 他在前一陣子他被比亞迪打得降價 他現在拿了兩樣東西 一個呢就是這個是那個什麼公司 那個微信哪一個 百度 百度給他所有的這個地域資料 那就可以自動駕駛嘛 第二個他拿到林德的電池 這兩樣東西就讓他原來是被比亞迪 逼到沒有辦法了 現在有了這兩樣東西在中國市場 他有競爭能力 他活該啊 他用LG的啊 對啊 這電池啊 韓國的 所以現在這個他現在看蠢了 我再用韓國的我沒辦法 對啊 那只有跟中國這樣 因為中國市場大啊 第二個印度 你有林德電池嗎 沒有啊 你有百度的這個資料嗎 沒有 我到你那邊去 你的工人的教育程度 也沒有上海的工廠好啊 所以 馬斯克這麼一搞 他股價一下漲起來了 對 那我到你印度去 可能股價還要往下跌 就看到天啊 Mand in India 天啊大跌 對啊 現在很多國家 比如說同樣一個廠牌 你要是印度出產的價錢就低一點 就Apple啊 Apple就是你賣印度製造就不行了 所以這個問題啊 印度要自己檢討 你每樣東西都要跟人家比 嗯 那口頭上比沒有用的 是 你的底氣不足嘛 嗯 所以這個東西 還有很多商人到印度做生意 被吃了虧嘛 對 最會被查碎啊 搞什麼東西 小米啊 灰頭土臉出來 嗯 這個 講做生意 沒有這樣坑人的啦 嗯 所以 對啊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哦 有額外國性的教育 沒有証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